台湾、美国 教育环境到底有什么不同? 相信有计划到美国念书的你 一定会很想知道吧? Hello,各位Dreamers 我是主梦加Mickey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关于我在美国求学的心路历程 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文化冲击 或者是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项呢? 在美国就业环境到底是如何? 美国学历真的有特别香吗?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Let's go! 我先讲一下我的背景是 我在台湾读国小 国到五年级 然后到美国 所以我读了美国的国中高中大学 然后回到台湾来 那我觉得这一路的过程里面 我感受到很大的差异是 我其实蛮羡慕回到台湾之后 常听到说 有所谓的同学会这件事情 那这个是沿着于说 有所谓的学长、学弟、学妹、同学这些这种的制度 美国并没有 怎么说呢? 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 或者是国中的时候呢? 我们是拿着我们的Taxbook 就是我们的课本 然后跑不同的教室去找老师 老师都是专业的 等于是他就在做到教那个课程 可是这会产生一个问题是 即便你的课你的座位是定下来的 可是你做短短的一个小时 去跟你左右旁边的人去熟悉 可是相对的在台湾来讲的话 你很可能是坐同一个位置 可是一整年都是跟旁边的同学 或这个班级的同学就是混一整年 所以你们的那个感情的连接啊 会升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那至于考试的话呢 当然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 还蛮多的这种填充题 可是在美国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的 比如说历史课 那时候老师给我们考试 的确也是会有填充题 但是他会叫你写文章 那文章他会 需要你真正去了解历史以外 然后加以推测 然后有自己的观点 他会这样子问 如果Napoleon 拿破仑 不去攻打这里的话呢 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 你问了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都不同的答案 可是呢 他要从你的作文里面去了解说 你的阅读 理解力 然后呢 你的判断 你的观点 会是什么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在 跟台湾的教育最大的差点是说 他们有时候考试的一些问题是 让你去想 有时候答案不一定是对跟错 但是就是要让你去想 跟有你的观点这件事情 而不是说ABC 就算是 嗯 我随便填一个东西 我至少都有可能 比如说25%会中奖 所以并不是这样子的 你是必须真的是有study 然后去了解那个状态 才能够回答 那至于下课的时间 之间呢 很有趣 啊 其实美国人 非常看重下课的时间 他们会想要出去去玩运动啊 或者是跟朋友去哈拉之类的 甚至 你如果要去从 升到一个很重要的大学 知名大学像 Stanford啊 博客大学啊 等等 来讲话 他们本身也非常看重 你 在学校功课以外的 extra curriculum Activity 就是你的 比如说 运动啊 因为他觉得说 如果你会运动的话呢 你的团队精神一定是非常好的 那大学的话呢 我觉得有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 我记得有个全新的教授 刚刚进去去教 所以他是算是蛮菜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上课的时候 我放一幅画 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讲说 Mickey 我觉得你这上面应该放个大大的眼睛 浮在空中 然后我就一脸问号说 你在讲什么 我完全完全听不懂 那我问他说 问他说 我为什么要放这个大眼睛 他还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生气 我就直接开始抛红他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 其实观点上来讲的话 如果你不服 以下犯上是可以被允许的 只要你的论点 是能够支撑你的话 你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那更有趣的是 我的下一堂课 就有另外一个朋友 跟那一位老师打架 他是一个美国人 因为老师的讲解 让他完全不服气 但他对讲之后 开始吵架 然后开始对打 这是我听到一个小故事 所以你能很难想象 是说老师跟同学会打架 因为大家观点而不同吧 这相信是一些 蛮有趣的 美国的教育的经验 蛮有趣的 我到美国去求学的时候 是1990 那个时期的美国 其实是一个 非常混乱的时空背景 你要想哦 我去的时候 基本是礼拜一 我母亲就跟我说说 我们礼拜五就要去美国 我说蛤 这什么跟什么 结果真的 我们就飞到美国去 所以我去的时候 其实是任何英文单字 什么都不会 不懂 那我在 基本上第一年 基本都在 客厂的后面 职责飞机乱丢啊 趴在那边昏睡啊 胡思乱想啊 因为 我老是讲什么 我也都听不懂啊 所以那是一个很糟糕的经验 那更有趣的是 第一天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白人 他来就是 我认为是攻击我 语言攻击我 基本上他念什么 我都不是很懂 他骂那个三字经 我其实也是不懂 就是F的那个开头 所以我还回家 所以我还问我我母亲 然后我母亲请了家教我说 请问这个F开头 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 用这个字来跟我讲 觉得很奇怪 那第一天的时候呢 因为有一个 白人小混混 他就对我非常不客气 那他基本上呢 一直拍我的头 然后一直推我 其实我走走走走 背个书包走 要到下一堂课 他就跑过来 就突然推我 把我推到墙上 撞到墙上之类的 那当然啦 我就直接跟他打架 但他非常瘦 因为那个年纪 发育都没有那么重嘛 所以他很瘦 但很高 那我很矮 然后就在打架 然后我记得说 第一天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回到家就拼命在哭 然后我想说 我不想要待在这个地方 这个国家 大家是超烂的 很烂的地方 语言我也不懂 也没有朋友 也没办法交流 就只有我一个人 这地方太烂 然后也没有 我最爱的漫画 也没有电动 什么都没有 然后常常在 回到家里 跑到船上 然后就是在 窗里面就是哭 我那时候就在思考说 OK 我要怎么样能够 融入这个文化呢 在1990 刚好是 hiphop 老舌歌曲 rap 大爆发的一年 那那个时期呢 呃 我们有所谓的那个 cassette cd 那时候呢 我就去买了一些cd 但是我也听不懂嘛 可是我就故意带到 学校里面 然后学校他就说 哦 你只要有这个 然后即便是 对我很不礼貌的 他们都很想要 听 或者是借 他们就有朋友说 诶我可不可以跟你借啊 或者什么 我就说 都可以啊 因为反正其实我听不懂嘛 所以呢我认为hiphop或者rap 他救了我 他让我利用这件事情 是大家都喜欢 整个全美国 所有的青少年 所有人都喜欢的一件事情 我用了 可能我的零用钱去买了他 然后把他当作一个桥梁 去衔接 对我有善意 没有善意的人 然后就是 无私心的就是借给大家 然后后来因为这件事情 我就blend in 就是要融入了这个 白人社会吧 那至于在1992年的时候 是我 真正的感受到最大最重大的 这种族歧视这件事情 有一件事叫做 LA riot 就基本上是一个警察 呃应该说三 三四个白人警察 在殴打一个黑人 然后整个黑人呢 社区在整个美国暴动 你可以想哦 如果你现在是在台北的话呢 他们放火烧了 一整个区域 那个区域的火焰大道是说 如果事情发生在新竹 你在台北都闻得到烧焦的味道 就是那个空气都是慢慢烧 你就知道那个烧的那个 破坏的那个应该是 我认为应该是五六十亿的 房地产或者是建筑物 或什么之类的就是物资 全部烧毁 我觉得我在那边学到的事情是 那边有非常多种的文化 所以呢 你必须要非常小心 而且尊重所有的文化 不要把所有的事情 当作理所当然 你去的时候看那件事情 千万不要用你自己 你自己的文化 去看待这件事情 你要换头来用他 比如他是一个 墨西哥人 他是一个 印度人 他是一个日本人 你需要换过来去 了解他的想法 尽可能了解的想法 不要很轻易的 就是下出一个判断来 极可能是错误的 然后极可能会造出很多的纠纷 非常不好 所以这个是 我在美国 对于就是种族歧视啊 或者文化差异感来 很大的学习 呃 自然不是很好 是就像我 我讲的 1990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呢 美国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他有分 有钱的区域 跟没有钱的区域 我先讲有钱的区域好了 有钱的区域来讲呢 我有听说过 这整个区域里面 所有家里的门 我们是一层一层的哦 一层的人 你可以直接打开门 直接走去人家里 大家都没有在锁门的 非常的安定 非常的和谐 可是呢 到另外的区域就是 比较贫穷来讲的话呢 就是 偷墙 就是暴力 犯行就是 非常非常的多 那 呃 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有到朋友的家里去玩的时候 就发现说 嗯 大家房间 然后看到他 哥的床上就摆了枪 然后我就想说 嗯 这是玩具枪吗 怎么做的这么 这么像 我还真的拿起来 我说我的妈好重哦 这是什么啊 这应该是真的吧 那时候我吓一跳 因为 因为那是铁嘛 所以就是 超级重的 那 那时候我的手臂啊 什么就是比较瘦弱 然后就觉得 哇 这是什么 后来那时候真的是吓一跳说 怎么会突然 随便就看到一个 一个枪枝在这边 但随着我长大之后 我发现说 其实在美国 那个年代 很容易买到枪枝 我们那边有一个叫 Big 5的一个 你可以去买任何运动器材的一个地方 那他那边就有一个小角落 你可以买任何的那种猎枪 各种的枪 只要你满18岁 然后 你就可以去买枪 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有非常多人 都拥有枪 那美国因为很大 你会分成是说 不同的区域 像在中部来讲的话 他有很多树林 所以 爸爸通常都教小朋友 如何打猎 带他们家的猎犬 然后区域们去射什么 鸭子啊 射什么鹿啊 射熊啊 射一大堆的 所以 我觉得这也 这件事情也是分不同的区域来看 呃 我觉得 亲身经历来讲的话 我自己有经历过两次 第一个 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他叫David 他的 错号叫做 黑美 那 他去 party的时候呢 啊 那那个区域来讲 去他刚好是一个 开车进去的时候是一个弯道 然后这个弯道来讲 就一栋一栋一栋 栋的房子 所以他是一个 dead end 就是说 只有一个进出口的道路 结果呢 有歹徒 过去的时候 拿机关枪真的扫射 然后我的朋友 就被 扫射到 然后就 就过世 他那时候是 九年级 所以应该算是高一吧 然后 呃 我们整个学校就是整个都 吓到了 所以那个算是我 呃 其中一个很 深刻的那个经历 就是说 哇哦 你不要听听 那真的是故事 真的是有发生的 第二次我 看到的时候呢 是亲眼看到的 呃 那时候我在 Valley Valley是一个 一条街 然后里面有 非常多的这种 中华啊 餐饮啊 餐馆啊 亚洲的所有餐馆 都在这条路上 那我们去的时候 因为美国建筑很多地方 其实是 顶多两层 最多三层楼 并没有 非常多高的那种高楼大厦 在某些区域里面 那我去的来讲 它是有两层楼 我在两层楼的餐厅在吃 刚好坐在就是 靠近Valley的路 结果我就 听到 BAM BAM 的声音 然后很大声 然后想说 什么意思 我转头一看 就看到有一个 两个人都是华裔 然后呢 一个人拿着枪 在某些 另外一个人在前面跑 我就边吃我的那个 sparghetti 我的面 然后边看人在枪战 我想 靠这 这真的是电影吗 这 这太夸张了吧 然后刚好 我坐我对面的是 刚好一个 也是一个白人的朋友 我们那时候 刚好在一起吃饭 然后他也是 What Mickey 这真的我 我没有见过这件事情 这太酷了 我说什么酷了 这很可怕 以后都不敢来这家餐厅 跟这个地带了 后来我们再想一想说 呃 那个 那个区域的帮盼呢 应该是 呃 华清邦 然后以及跟越南邦 呃 两个的可能是有一些问题 然后在那边打 然后呢 就发现说 那几个礼拜 你都去那一条街 那条街很长很长很长 超多警察的 你再开过去的话 至少碰到十几台警察 到处巡逻 非常夸张 最后一个分享故事 就是说 我们常常觉得 每个国家的文化有最大的不同 你如果听过 有美国有个叫 Compton的地方的话呢 他是一个黑人很穷的区域 他也是全美国犯罪 最高的一个区域之 曾经有个故事是这样讲的 在那边长大的小孩呢 那一辈子 基本都没有在家里站起来过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呢 他如果站起来的话呢 突然莫名其妙有帮派就是 好玩 或者是干嘛的 发泄 就突然拿枪 就是往不同的房子里扫射 你站起来的话呢 你很可能就被扫射 所以那些小孩子玩的时候都是 趴在家里的地板上 看电视 做功课 做所有的事情 吃饭 都是趴着的 够夸张吧 但这个就是 我自己在美国的时候 然后我听到我朋友跟我讲的故事 我 而且我相信也是真的 所以呢 美国枪支来讲的话 的确很严重 那当然搬回来了 蛮久的 已经有改善了很多 可是呢 就是中部地带来讲的话 因为枪支 已经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了 所以 应该是没有办法 控制 呵 其他地方可能都还有办法去调整 用法律啊什么 可是中部地带可能会比较难 我觉得说一个很大的重点是 我记得我还在学校的时候 我觉得 哇 我很自傲 那时候我画工很厉害 然后我觉得在同学里面我算是还不错 蛮强的 可是事实上呢 我记得我有一个墨西哥的朋友 那他叫Ernesto Nemesio 那他现在在皮克斯那边上班工作 这个学长他回到我们学校的时候 他就看我东西 他就说 Mickey 这个 这些都不行 你真的是要好好的去 出去看一下 那那时候我就领不服气 结果呢 也是猝使说我为什么开始 就是做了很多freelance SOHO的工作 让我知道我自己的能力 到底是 天花板啊 状态 跟这个世界来比来讲 到底在哪里 我叫不会那么的自傲 叫humble 我们有一个叫做 Portfolio Day 就是 他会 请很多不同大公司的人资 或是Art Director总监 来到我们学校 然后呢 你会有可能10分钟 15分钟时间去 然后把你的东西给他们看 他会给你一些直角 那甚至有时候你可能 第二年级的时候 可能就被要预定了 甚至呢 你很厉害 直接就被 聘请就说 你要不要直接到我们公司去上班 都是会 都是有的 那我记得我去皮克斯的时候呢 我去 有点像是印针 我就给他们看我的作品集 后来发现说 我的作品集其实 很不适合 因为那时候我画的东西 非常多灰阶啊 暗色系 可是 皮克斯是一个欢乐的地方 那所以那时候他就问我个问题 那时候我穿个西装打领袋 我还特定去买 他看的时候就发现说 三个大大看起来 很白人 然后他的脸是红红的 笑咪咪的 然后坐在那边肚子大大的 然后他就说 嘿 哈啰 我是公文 然后就是 然后说 哦 让我看看 然后他就问说 诶 Micky Can you crack a joke 他的意思是说 来 讲一个笑话吧 我就想傻眼 我想说奇怪 你不是要看我的作品集 然后来 我们就来针对这个讨论嘛 但当然 因为我那时候有点 嫩住的 然后我就说 呃 我不会 我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那时候的我 比较像是硬邦邦的一个人 他事后 离开之前 他就给我 几个他就说 嗯 不好意思啊 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 呃 聘请你 那有几个地方需要改进 第一个呢 你如果要在我们这个公司的话呢 匹克斯是一个很欢乐的地方 那我们 非常看重 team chemistry 就是 整个团队的这种 互动关系 沟通的方式 那 你 因为是太过僵硬的 你看你 从你穿的地方 然后穿西装打领带 我们那边是不穿西装打领带的 你对我来讲就是太僵硬了 然后第二 如果你不会讲笑话的话 你就做不出好的 有趣的 可以感染 带给大家欢乐 的这些创作 所以你也不适合我们的公司 然后那时候听 我就直接嫩住了 那拿回去 说我看的作品 嗯 的确 我的作品那时候都是 看起来很炫很酷 然后 很多 灰阶 很多暗沉 看起来就有点 比较沉闷 没有任何欢乐气息 我想说 你也没错 我的作品 的确不适合这家公司 我的个性 也不适合这个公司 我的沟通方式 讲消化的能力 也不适合这个公司 所以其实 非常重要的点就是 你要了解 公司文化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他们特别注重 你的人格特质 以及你能够带进去 这个团队 产生什么样的 团队的化学变化 然后总共能够 产出什么样的产值 给 回归给这个公司 我觉得 你要思考清楚 你自己的人格特质是什么 我觉得某些职场来场的话 他是非常看重学历的 例如说是政府单位 学校单位 然后你说外商公司等等 那以我自己而言来讲的话 我从03年开始陆续 回来台湾 回来亚洲 然后10年 然后工作到现在也10年了 其实这么久的时间 15年以上 我主动提出我的履历 不超过一根手指头 那其实这是非常少的 因为 我认为 还是以你的作品级为主 但是在某一些 学历需求很重的单位来讲的话 他一定是说 我不要你的作品 你先你的履历先过来 他要先确认 你有没有这个资格 去做某些事情 那所以这个思考逻辑 是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 我想要一个哈佛大学 但我要哈佛大学的最后一名 吗 就他作品可能很烂 可能比我们台湾的都还要烂 都有可能 但是他有一个哈佛大学 这个名号 但没有人会去问他说 他是最后一名吗 所以我觉得 这可能是台湾的一个 很多公司 不是全部 但是很多公司的一个迷思 就是 我碰到的时候 他们常常会去看他的履历 然后再去看他作品集 可是国外来讲的话 我们先看作品集 然后有时候履历都不一定需要 那 最后来讲 你一定要确定是说 你在国外学的东西 回到台湾来讲的话 是不是能够运用跟植入呢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是没办法 因为 美国有时候学的那个制程啊 逻辑跟规格 是属于可能比较大的一个体制 专业分工的一个状态 可是回到台湾的时候 因为可能公司规模 比较小 比较不一样 比如说这边是三千人公司 你进去的时候 你学到其中一个部分 学得很深 可是回到台湾来讲的话 就是 可能四五十个人的一个公司 那 你能够运用跟做的事情 规模就不大一样 所以有时候 的确 你在国外学 度一真金 带回来的时候 不一定好用 所以这还是要思考说 你在台湾 在美国学到的 然后你的学历 带回来的时候呢 在你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规划里面 它是不是个很重要能够帮助你 推动你到下一个路程的一个重点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就没有差了 看到这里是否有解决你心中的疑虑呢 台湾 美国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经历过双边的教育 以及工作职场下 其实外国的月亮 并没有比较远 当你计划出国念书之前 你一定要想清楚 你的职业规划 最后 看完了这些内容 我们准备一个问题要询问大家 你们认为 出国留学最大的收获 会是什么 A 文化交流 拓展视野呢 B 别国的求职机会 C 务实的教育内容 还是D 外国的学历文凭 欢迎在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也可以帮我按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竹梦加Dreams Boomer 也别忘了 追踪我们的IG哦 See you next time Bye Adios Ciao